明年春节预估将会有4万国人返台 农历春节防疫旅馆能量吃紧 针对了之前议员质询华林县内 明年1月份防疫旅馆几乎被订光 华林县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县内8家防疫旅馆 仅3家旅馆公开在网路受理订房 实际上还有100多间可以预订 到时候将会协调防疫旅馆增加房间数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电洽华林县卫生局 或者是1922转线来媒合 华林县议会定期会时日持续进行 由国民党籍县议员魏家宴 咨询防疫旅馆春节返乡规划情形 表示已有乡亲反应订不到房间 要求华林县府提出因应 之前新闻有说 里面的房型比较较为老旧 看如果能更新的 看也没有办法 或是说软硬体上面 也最重要的是尽量落实的去查 看里面没有违规的事情 尽量好不好 好 因为可能今年返台可能会 会不会有另外一波疫情的造成也不确定 华林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华林防疫旅馆目前共计8家 可提供238间房使用 仅3家业者愿意对外公布联系方式 截至4日统计 今年12月25日至明年1月5日的订房率约5成 上有5成可订房 在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防疫旅馆的占床率 也大概只有到7成5 还不到8成 所以目前花莲县的防疫旅馆的量量是够的 但是如果真的我们回到花莲的乡间 超过了这个数字的话 那目前还有一间防疫旅馆 那还提供36间 那我们目前的8间的防疫旅馆中 那这两天接触中 他们也可能会增加他们的防速 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会再积极的去面对 那从12月1号开始 我们就每天会滚动式的来监控 我们目前防疫旅馆在1月份这个阶段 它的住房 它的那个预约的房间的数目 如果确实有一些比较过需求大来的时候 我们会积极的去协调 我们县内的这个防疫旅馆来成为防疫旅馆 但是我想 那其实提供成为防疫旅馆 那这个是非常的辛苦的 那我想我们应该得与这些防疫旅馆 愿意提供的旅店 对支持跟鼓励 那不要因为了解到 我们乡亲不要因为了解到防疫旅馆 就在你家四周附近 而有一些不适当的动作 其实防疫旅馆都做了很好的处置 它对于社区来讲 其实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 朱家强表示 未来将协调业者公布订房电话 鼓励现有防疫旅馆增加房间数 也以协调两家旅宿业加入防疫旅馆行列 并提到防疫旅馆经营再设备消毒成本 较一般旅馆高 呼吁中央提出优惠政策 有需求民众可拨打1922专线 或华联幸福卫生局协助每一颗预约 记得想帮夜华联系报道